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可以说是我们现在中国棋界的这么一个领军人吧 那这个两个时代的这个顶尖高手之间 他们这个碰撞显然会有一些这个非常精彩的故事 非常精彩的内容 好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棋局 看看他们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精彩的表演 这盘棋呢是鼓励的白棋 在这个棋盘的右上方 大家可能很清楚的看到会发生一场激战 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也简单的给大家介绍过 说这个棋啊现在轮白下 白棋是看上去黑棋是一个鱼形 啊黑棋是不惜这个下出鱼形 也将白棋分段 但是分段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白棋实际上并不好处理 这个局面白棋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乐观 那么好下 在分析这个局面之前 我们还是简单的看一看前面的几步棋 其实也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可以讲的 但是我们来这样的话呢 可能思路会更加连贯一些 更加容易让大家理解 之前是这样的局面 我们看这个时候呢 黑棋在下边是有一个阵势 但这个阵势并不完整 这个情况嵌着打入 在上面呢是有一块棋 这块棋很难说 它是一块空还是薄棋 因为如果轮白下的话 白棋这个打入非常的强劲 这步棋是让黑棋会很为难 所以说这个如果被白棋抢先打入的话呢 黑棋可能这个看上去这块空啊 其实它就不仅是围不出目 而且要被白棋 两边被白棋分段要被攻了 所以说黑棋实际上现在是一个比较 这个局面来说啊 虽然速度快 但是比较薄的一个局面 而白棋呢 唯一有弱点的只有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白棋的联络 是有一点问题的 那这个时候黑棋轮黑下 黑棋如果补一个的话 这首先就很难受 不好补 所以说黑棋实战的这个下法 我们大家也就可以理解了 就是黑棋呢 实际上是想通过作战 在右边发生一场战斗 把战火烧到这个右边的阵营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间接的防止白棋来这打入 那这样白棋就腾不出手去打入 那将来有可能 在作战的时候 有可能黑棋就可以自然的补掉这个打入 所以说这也是 大家可以借鉴吧 这是 长浩老师的一种高级战术 说到这两位棋手 也给大家简单介绍介绍 当然我想观众朋友们肯定很熟悉了 但是这个长浩老师的棋风呢 实际上是非常善战的 他有鼓励 鼓励当然是不用过多的说啊 他是栗战型的代表 但是其实长浩老师的棋力量也很大 而且他的棋是比较有思想性的 就我们看他的棋谱啊 经常会学到很多东西 我是这么理解的 你看这个这盘棋就是靠段呢 实际上是很有深意的下法 他是眼观全局的一种下法 局部来说作战呢 可能并不见得很有利 但是他把白棋分段之后 这个棋对全局来说是很比较有利的 现在白棋刺 这都没什么好说的 这局部来说就是黑棋 总之是下出鱼形 下出足手 把白棋分段了 那接下来白棋的处境呢 并不乐观 如果白棋简单补一个 像黑棋震 这样白棋将会非常的苦 比如说你要做活的话 你要是比如退 这样应该是不至于死啊 但是活的也是很痛苦的 比如黑棋就简单的在外面走一个 这样白棋就只好局部缩回来做活 那黑棋如果更狠一点的话 黑棋可以先点 但这样的话白棋就只有出头了 白棋就不能跟着黑棋走 总之白棋是很苦的 那你如果要是说想下一个最简单 最稳健的做活 你就只有这样 这个是先手 可以提 白棋在做活 但这样的话 这一盘棋也就下完了 这个显然不是鼓励这种水平下出来的棋 这个我想大家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也 绝大多数 那个观众朋友们是绝对不会选择这个变化 所以说呢 这如果被黑棋跳 白棋是这块棋是太酷了 这不行 那我们说敌之要点 我之要点 白棋先跳出来怎么样 当然这个是 我觉得应该是绝大多数棋手的第一杆吧 但是这样的话 黑棋拐 黑棋看上去是很被动啊 这个倒推车 但实际上 嗯 这棋只要把白棋分断了 这白棋还是很难受的 他就要这样推两下 只要推 完了之后震过来 强到了这一点 我们看白棋 处境依然是很艰难 啊 白棋还是很 快去做活呀 还是很讨厌 如果退 同样的 这样黑棋只要简单的从外面封锁就可以了 这个几乎是决先 因为你不走的话 这一点 白棋啊 在底下 这里是后手一只眼 在上面 肯定是做不活的 所以说这样的 黑棋顺势的把外围封锁 白棋还有苦活 那黑棋先 撑住先手 再拆耳 继续攻击白棋上面这块棋 这白棋 显然是太苦了 这局面呢 也是不容乐观 所以说 这个时候我们看 其实白棋也就是不能被黑棋简单的封在里面 那也就是说这个跳 看上去是出头 实际上是中途半端的一步棋 它也无法达到目的 这个白棋啊 还是很难受的 这时候 也就是说白棋实际上在处理起来 实际上是面临着这个相当大的挑战 你如果要是下的过于松缓的话 只要被黑棋顺利的出头 白棋这两块棋啊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处理 那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呢 鼓励是下出了 可以说是很惊人的一手啊 也确实是 让人大开眼界 这个局部下的非常的紧凑 实际上是二路斑 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这个二路斑的意思 就是让你脱不开手 非常的紧凑 那黑棋现在这个时候呢 比如说黑棋很想征牵手把它断了 这个是黑棋的 可以说这个从弯出来就一直盯着的一步 呃大棋 但是人家搬在这儿 这显然黑棋是不能断的啊 你这断白棋就简单的打贴一贴 争个先手把这吃了 黑棋当然是不行 所以说这个时候黑棋呢 是脱不开手的 嗯 如果要是打这个 当然也是白棋欢迎了 这样白棋就活得很舒服啊 这个跟刚才比呃 黑棋是显然是大亏 所以说黑棋也不能这么下 那黑棋就只有一种下法 就只有吃它 当然了 这个黑棋可以说黑棋的第一侃应该也就是吃 呃因为呃 这是白棋显然是送死嘛 这个面对人家送到嘴里的菜 为什么不吃呢 这个是第一杆是就是打吃 但是大家也注意 你面对的是鼓励啊 鼓励他不可能随随便便的就去送死 他一定是有他的用意 呃 这个时候我估计呃 长浩老师他可能 即使是这个知道鼓励有这个阴谋啊 但是他也没有办法 明知山有虎 这个也却也是只能像虎山行 只有打吃 来一场 可以打吃 啊 这个是 呃 黑棋的 必然的一种下法 那下一招棋又是很连贯的 这个地方我们看啊 仔细体会一下 这是鼓励的一套组合拳 呃 它是一套连贯的思路 不能把每一招棋单独拆开来看 你如果要是正常的话 黑棋 白棋大概是管事这个 这也是一种局部的定型的下法 那这盘棋来说显然是不合时宜了 这样的话黑棋呃可以选择拐 也可以选择就这样呃堂堂正正的出头 呃如果这样的话呢 白棋这个其实跟刚才出镜是差不多 依然是这块棋需要处理 呃上面呢 这个也将来也要被黑棋这个搜挂 要被攻 所以说这个白棋如果简单的拐住 当然不是鼓励的本意 那鼓励的下一招 恰打 啊 这一系列的下法让人看的这个简直是眼花缭乱啊 从连班开始 呃 完全是扎而合上 摸不着头脑 这个搞不清他想干什么 但是没关系 我们慢慢看就会明白了 这个时候呢 黑棋 他实际上当然是跑出来的 这个跑出来也是呃 也是第一杆 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他如果提 白棋打吃 我们先看看他提这个结果 这样的话跟白棋呃 跟刚才任何一个变化图比都是呃便宜了很多 这样首先黑棋不能接 啊 黑棋接的话 这个我想大家也能 呃 看出来这个为什么不能接啊 也是很简单的 这一接的话 白棋由于有了这个三颗席子作为接应 那直接就一加就把黑棋吃掉了 这个地方黑棋就显然是没有升路了 啊 退就行 再冲 这都没有用 这边白棋就挡住 就看上去气紧 但实际上没棋 啊 黑棋是这个 这个棋筋是持不到的 所以说这样黑棋就呃 这个接不行 就被夹死了 那你就只有拐出来 啊 但这样白棋提一个 这个是先手 提完之后白棋这边就跟着处理就可以了 这跟刚才的每一个变化图比白棋都呃 呃好很多 因为黑棋在这个封锁白棋的时候啊 变得非常困难了 啊 白棋由于有了这几颗棋子 封锁白棋变得很难 而不仅如此 白棋这个随时一拐吃 局部就是一个火棋 那所以说这个拐吃呢 当然就不能算黑棋一直撑着结 因为白棋要做活的话 总是结材有利的 所以说你看成这样的话 那这个白棋一扳一立 局部就是一个近活 啊 所以说这个棋黑棋还是呃 不甘心 这个提掉的话是不甘心的 跑 继续跑 但是这个可以说是呃 鼓励啊 确实是这个天才 他这个下法 我觉得不仅是我们没有想到 可能就是他的对手 这个同为顶尖高手的长浩老师 他可能也没有完全的看懂 这几就这不棋的这个用意啊 下的确实是太好了 接下来我们啊 继续看实战 我马上就可以看出来 这几不棋的这个妙位啊 白棋实在是贴 啊 这不棋的用意当然也很明显 就是先把你贴重 啊 比方将来一会儿我这个损太多的时候 你可以弃掉了 啊 这时候黑棋当然只有长 然后白棋再打持 啊 这个是很连贯的下法 在这边一直做准备工作 其实是瞄着黑棋的这几颗棋子 可以说是 呃 相装五件 这个白棋并不是要在这个局部 呃 做什么文章 而是要 把黑棋的棋筋啊 盯着黑棋的棋筋 下手 那接下来黑棋显然是不能跑了 这个我想大家有一定的棋力的棋友 肯定很明显就可以看出来 如果跑 白就吃 这个如果再跑 白棋再吃 啊 这样呢 白棋局部来说不能 呃 白棋局部不能说是没有损失 呃 黑棋这个角啊 确实是围得很大 但是这个棋 首先白棋局 呃 从上面来说 白棋可以靠 啊 将来白棋可以顶一下 这个呃 呃 外面的头损失的其实并不大 啊 黑棋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饱满 这个空并没有那么饱满 但是 不仅如此啊 接下来白棋这个打吃先手 这脚上一点 局部黑棋也并不很好吃 那 也就是说这个脚上实际上还留下了很多的味道 换句话说 白棋这四颗棋子 一二三四 这七颗棋子虽然死掉了 啊 但是他呃 这个鱼味未尽 他还可以利用 但是我们再来看黑棋这四颗棋子 这个就是呃 可以说是完全是白白的送死了 这七颗棋子是没有任何的借用 不仅如此 白棋两块薄棋 获得了这个 铜连啊 吃掉黑棋棋之后 白棋两块薄棋连在了一起 那黑棋的这个地方显然就更加尴尬 所以说这个从整体来看 黑棋是不行的 这个 被白棋吃掉 棋筋之后 黑棋是 不能考虑这个变化 那也就是说白棋打的时候呢 黑棋也是支撕一手 就是只有提掉 这个时候只有忍 啊 这个时候呢 黑白棋又下出了妙手 如果正常的 就是按简单的思路来说 这棋白棋要打住就可以了 呃 即使这样的话呢 白棋也是 获得了很大的这个便宜 也是黑棋不好的一个局面 黑棋就拐出来 因为不走的话 这还是被白棋 比如说你沾 啊 这还是被白棋飞死了 这是 没有出路的 甚至白棋这样贴 也可以把黑棋贴死 所以说 这个黑棋 这两颗棋子不能沾 只有拐 拐的时候白棋提掉 啊 这样白棋其实也是收获蛮大的 但是黑棋当然会 肺部顾身的断这个 呃 这样的话呢 就会形成一种转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个棋 呃 就要形成转换 黑棋也还是 勉强可以接受吧 但是鼓励一下的更狠 啊 鼓励呢 这不给黑棋回头的机会 他实在是直接飞 啊 这 黑棋 这个呃 这四颗棋子啊 现在就是显得越来越重 这不能死 那我们看白棋子这一系列的组合拳 非常的妙 不给黑棋任何一个转 这个喘气的机会 这个时候黑棋实在是 呃 下了这个冲 这个冲呢 是什么意思 我们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 因为黑棋现在 这个还是不能跑这种 这个白棋冲过来就行了 黑棋还是 呃 跑不了的 黑棋 其实只有一种方法能救这几颗棋子 就是这样跑 但这样跑的时候呢 白棋打吃 黑棋长 这时候白棋提 啊 这个时候黑棋 正常来说这种提 如果你要是走别的 比如说走这种 这样白棋 这个是一个后手啊 白棋把这脚上一吃 这步棋太大了 所以说这个黑棋就提 那你提的时候 白棋这个地方可以贴一个 这个让黑棋 非常难受 贴的时候呢 黑棋只有接 这也没有办法 但你接的话 这个 呃 白棋飞 黑棋 还是这个 虽然从四颗棋子 跑到了七颗棋子啊 还是无法连回 那所以说这个时候 黑棋就没有办法 我们说这个时候 这个看上去只能提啊 太大了 但是也 这个为了自己 这个棋筋还是不行 所以说他只有 走这个 那白棋吃掉 所以说黑棋 这个结果也是不行的 实战呢 黑棋是选择了这个冲 先冲 他这冲一个的目的就是 啊 如果这样的话 白棋打吃 黑棋长 啊 白棋提 这都是必然的 啊 这样的时候 黑棋等于就冲到了这一下 冲到了这一下 黑棋就可以暂时置这个 呃 吃鱼不顾啊 暂时先 管不了那么多了 先把白棋断掉 这个断还是挺严厉的 因为白棋两边的 这个气都是很紧的 所以说 呃 这样的话 还是会形成一场激战吧 呃 白棋有一些看不清的因素 比如说白棋跳 这样黑棋先长 白棋补的时候 黑棋再把这个贴出来 啊 这样的话呢 这个提 和这边 这个下来 是黑棋必得其一的 就白棋实际上是有点看不清 啊 但是实战鼓励选择了一个下法 就是非常的清楚 当然这个 可以说是鼓励的 在 嗯 这个局部啊 下出来的 呃 如果说连班算一个妙手 这卡车算一个妙手的话 那么 那么就是在这个局部的第三步妙手 鼓励在这一个局部 总体来说是 呃 妙手连发 就是挖 啊 如果黑棋不冲的时候 白棋不能挖 这个时候白棋不能来挖 这时候黑棋一打吃 啊 这个白棋是 没有办法的 但是你冲了一个 这个冲一个 现在就变成了一部大俗手 撞气的俗手 这样的时候呢 你如果再冲 这个局部将形成一个 天下大节 黑棋提 啊 白棋打吃 这样是一个天下节 呃 黑棋如果开白就提 这黑棋出棋无节 是崩溃了 这个可以说黑棋就 呃 棋局就下完了 那所以说在这挖的时候呢 黑棋实际上这几颗棋子 暂时已经不敢跑了 那看到了这一点 啊 实战长号断 他这段其实就是制造结材的意思 不论你怎么硬 你比如说这打吃打吃 无论你怎么打 这样黑棋都造出了一枚结材 比如说你打这个 啊 这样 黑棋就可以开结 这可以利用这个当结材打 所以说这样呢 白棋也是不行 但是很遗憾啊 这个黑棋就断的时机实在是有点晚了 这个时候黑棋断的时候 白棋简单的一接 补掉这个结征就可以了 那这样黑棋卡一个 虽然这个卡是妙手啊 但是这个时候也是来不及了 这白棋可以打吃 因为黑棋只有两口气 黑棋如果多一口气的话 这个就可以把白棋吃掉了 但是现在很可惜啊 这样白棋打吃 这五颗棋子就被白棋吃掉了 黑棋冲 白棋拆 不仅吃掉棋筋 而且上面也不给 所以说这个棋局可以说下到这呢 基本上整盘棋也可以宣告结束了 黑棋从这靠段开始是一无所获 这个不仅被白棋巧妙的躲过 这个黑棋的重拳啊 而且把黑棋五颗棋筋吃掉 这盘棋也基本上下完了 好 这盘棋最后的结果呢 是鼓励很干净利落的 这个拿下了中盘胜 那也是可以说鼓励是通过一系列的 我们看三部组合妙手 拿下了本局 下的非常的精彩 好 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 给大家介绍下一期的内容 您现在收看的是天元围棋频道 好的 欢迎回来 接下来我们简单的预习一下 下一期给大家介绍的内容 好 我们进入棋局 看这盘棋 鼓励是白棋 在棋盘的右边呢 形成了一场战斗 这个白棋是先手的 把黑棋的阵势给打散了 那现在看这个黑棋 看上去还是很奇怪啊 这块棋 这个黑棋在一路上下了好多棋子 也是比较的奇怪 但是实际上局面还是处于一种胶着的状态 那白棋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的优势 那这盘棋的鼓励的对手是韩国的赵汉成 赵汉成也是一位实力很强劲的一个棋手 他是在这个尤其是服完兵役之后 是状态越来越好 那现在呢 白棋是 我们刚才讲过 先手把黑棋的这个阵势 倾销了一下之后 转到这个下方 白棋打入 打入的话 黑棋盖住 这个打入呢 可以说是 现在的一个最好的时机 因为你如果不打的话 这黑棋跳起来 这个模样现在显然就变得非常完整了 在对方这个形成 完整的实地之前 先去骚扰它一下 破坏它一下 这个是很好的一步 黑棋盖 黑棋盖呢 当然是有一个前提 就是 争子有力 一般来说 就争子有力的时候 黑棋才会选择这个盖 就是这个挖 黑棋打尸 白肠 黑棋吃掉 这个争子 现在黑棋这个地方有一个跳 所以说 毋庸置疑 当然是 黑棋 争子有力 所以说实战的黑棋 是放心大胆的来这靠 这个时候呢 我们刚才讲 白棋如果挖的话 争子不利 那么白棋长一个怎么样呢 我们简单的分析一下 这个局部的变化 如果长的话 黑棋接 这个时候白棋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是爬这个 爬这个的话 黑棋估计会顶住 这个都可以 黑棋先扳或者先顶都可以 这个变化是一样的 因为顶白棋要跳 这样黑棋挖针 单长其实也可以 白棋也是小尖 这个局部会形成这样的变化 白棋跳 黑棋点角 在这个边上可以说是一个边上定势 总的来看 我觉得还是白棋 比较亏损的下法 这样白棋插 大家可以简单的记一下 这个定势呢 实际上白棋并不便宜 看上去把黑棋的这个边控破掉了 但实际上白棋 黑棋在这个点角啊 这一点角的同时 已经把这实地的损失完全弥补过来了 那这黑棋外面的后势 等于说就是白来的一道后势 那这样的话 黑棋再把这个地方压出 这一压出之后 白枪 黑棋贴 这一压出之后 可以说是 势大力尘 由于白棋 黑棋这个地方 是一排后势 所以说这个 只要一出头 白棋这块棋 显得就非常尴尬了 自己做活都很难做 就白棋实际上 整体来说是一个很被动的局面 那我们再来看看 白棋 刚才说还有一种下法 白棋还可以顶这个 长 黑街 白棋顶 经过 其实这个跟刚才是大同小异的 这个黑棋可以通过棋子 同样白棋是只获得了一点点的实地的利益 但是黑棋通过棋子呢 增到了这个 当然这个我是摆的比较粗啊 黑棋其实还可以更追求一下 拐来点一下 那就先不说了 其实黑棋即使像这样也可以 可以通过这个棋子获得这个上面的几锁 压出来 这样也是白棋很被动的一个局面 好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 这个白棋长不能满意 那挖的话又是争子不利 那现在这个局面白棋打入之后啊 该如何处理呢 请大家思考 好 在今天的节目中 给大家讲解了一盘古力和长浩的精彩的对局片段 那么鼓励通过这个很紧凑的一个棋子 最后是巧妙的骗过了这个长浩老师的眼睛 将长浩的一个棋筋啊 最后是五个子的棋筋将其捕获 那也是一举确立了全局的这个盛事 好 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